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時隔一年我的本命 Sony Aspera 5 Mark 5終於登場 今天我們就來快速的開箱介紹一下 OK, Let's go! Sony Aspera的外包裝同樣維持環保規範 讓它只有環保紙盒 以及單手機一支 沒了 Sony Aspera 5 Mark 5這一次一共推出三種顏色 白、黑、藍 照慣例我還是選擇白色 那這一次的白色其實沒有很白 濃濃烏烏的又帶一點灰 比較像是卡其色 那來跟它上一代來比較一下就很明顯 5 Mark 5的白 它比較像是Sony的耳機一樣 只是Sony把這一個顏色都定義為白色 5 Mark 5的外型維持一貫的方陣造型 但是機身的側框它採用三明治的夾層 就像當年iPhone 4那系列的感覺一樣 同時這一次的原廠保護殼也做得非常讚 那它是跟機身同色之外 四個角落都有全包覆 那背面也有一個彈性支架 而且它還做了相機手柄造型 用來單手拍照 它的手感真的是很不錯 如果大家有入手這個5 Mark 5的話 這個原廠的保護殼 我也建議一定入手 頂部有極為先進的3.5耳機孔 那也支援Sony的高音質格式 比如說DS11 Ultimate 或者是360 10近音效 這一次外觀改變最大的就是相機造型 而且令我最意外的就是 5 Mark 5居然跟1 Mark 5長得不一樣 以往同一年同代都是同個造型 這次5 Mark 5搭載了廣角加超廣角 1200萬雙鏡頭 以及全新S-MOT雙層式架構感光元件 那它雖然是雙鏡頭 卻有16、24、48、三種焦段 那它透過畫素合併技術 達到畫質不減的光學兩段變焦 那同時全新的1.35吋 S-MOT雙層感光元件 可以帶來3倍進光 以及減少2倍的降噪能力 白話說起來就是夜拍效果會更好 在拍攝界面上一樣會出現3個鏡頭 0.7倍的超廣角 1倍的廣角 以及2倍的望遠 那光學變焦最遠就是2倍 那數位變焦最遠是6倍 那也支援即時眼部追蹤對焦 物件追蹤對焦 那也支援每秒30fps的快速連拍 在拍攝成像上會明顯感覺變亮 那麼實際拍起來效果怎麼樣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樣張 在拍攝上Sony Aspera 5M5走的是忠實還原路線 同樣快很準 這邊我實際到信義區去拍攝一些夜景 那你可以看到5代跟4代在夜拍時的光感 我就有很不一樣 4代在夜拍就會明顯的偏暗一點 Sony在相機上面同樣也有運用AI演算 不過在色彩上面它比較沒有過多的介入 比較是放在夜拍模式 以及閃景虛化 那在人像的閃景虛化 因為感光元件不一樣 所以這一次的閃景虛化的閃景變得更濃 更奶油 可以看一下5代跟4代的人像虛化的差異 那你可以發現5代的閃景變得更奶油更夢幻 而且相較於一般手機的軟體虛化 只會有主背景這樣的區分 那Sony Aspera 5M5它可以分為前中後三層 像這一張一樣 你可以分成前景、主體以及背景 那你這樣子在創作的時候 就會有更靈活的創作度 在錄影方面最高支援4K 120fps的慢動作錄影 那祖傳的防手震也依舊很猛 我在信義區有遇到一隻會溜滑板的米格魯 我全程追著它手持錄影 真的是超可愛 那這一次Spera 5M5新增了一個影片製作器 是它內建的軟體 那用戶可以一鍵產生短影片 那長度最多可以上一分鐘 那你可以自己去勾選同樣主題的影片 它會自動幫你抓精彩片段 然後上音樂 抓好之後影片就會自動剪輯 而且它會配合音樂的卡點 在編輯器裡面還可以再加上 字卡、特效、字幕等等 好 再來簡單說一下規格 這一次Spera 5M5它搭載的是高通S8 Gen2處理器 那8加256G的儲存空間 螢幕沒有變都是21-9的BRAVIA 10Di螢幕 6.1吋FHD的解析度 支援120Hz的更新率 效能我使用安杜兔跑一下大概得到150萬分左右 另外這一次5M5採用更大的散熱板 那它的效能會更好 而且它不對熱 我實際拍攝4K影片 讓它可以達到更長的時間 電池採用5000mAh的大容量電池 那我實際測試電影播放 觀看一片2小時的玩命關頭時 電力大概只掉了8% 那我預估續航應該可以到21小時 充電的部分跟上一代一樣 都是支援30W快充 那也同樣支援無線充電 那祖傳的IP68防水防塵也是一樣的 好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這支手機 5M5 Sony是一間走得相對穩健的科技廠 它會把好傳統延續 然後再堆疊新科技 那5M5的外型、耳機、防水、超輕薄、長續航 這些元素它都沒有妥協 其實對我來講 5M5就是最適合帶去戶外運動的高顏值小手機 手機寬度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為我是路跑的愛好者 那一週會去跑4到5天 那我的跑步習慣就是手機會握在手上 那這樣可以隨時去切換音樂 那因為我的手也不大 然後握著其他的手機 那個寬度跑1個小時下來 手掌都會很痛 但是5M5就完全沒有問題 又輕 然後效能又好 續航力又長 那這一次加入了全新ASMO-T雙層式架構感光元件 它的夜拍能力提升的真是非常有感 真的就是變好拍了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5M5的快速開箱 那如果對這支手機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爸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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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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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